我有一个地方 它从来没有被太阳侵略过 但这个地方有点尴尬 它非常的隐私 你们想到哪里去了 哔哩哔哩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林安俊 拒绝被定义 小心 逼掉 我是逼上的忠实客户 客户 好晚太晚了 客户 你太熟了 你太熟了 part 1 不服来思 明星被标签化 大事当下网络产物 嘉宾迎接思标签挑战 并回答相关犀利问题 思前三思 小心有坑 所以是我的tag是什么 老派 看看这位有多 fashion 接下来要不要尝试 自己ray一下流程 它这个ray 不是这样key ray是阿姨 还说我老派 连ray都不会 连ray都不会写人说老派 笑话 所以你自己是觉得这个词会洋气吗 我想听一下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说 就 选一下 或者是 cue一下 哈哈 首先他cue一下 他跟ray是不一样的一个动作 cue是 是给你的意思 但ray他是 就其实像顺 形容一下今天接受B站采访的心情吧 忐忑不安 B站最吸引我的 最好笑的应该是弹幕 就因为有一阵子我要去参加时装周什么的 其实我要看一些model走秀 然后我就去B站 搜尋的时候我就发现 就是很多那种model就是很帅的走秀的时候 然后那个弹幕就说 哈哈 什么 他最近又胖了 哈哈 今天脸肿了一点 哈哈哈 又胖了 哈哈哈 脸肿了 又胖了 脸肿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首先我不承认黑的那个 是晒黑的还是天生的 最白的地方是哪里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我真的一肚子换说 首先呢我是在台南长大的小孩 我家呢离海边 以车距来讲的话大概在15分钟左右 所以我从小大概在56岁 反正土业之源的时候 基本上在海南边长大的 就很自然就黑掉了 我有一个地方 他从来没有被太阳侵略过 但这个地方有点尴尬 他非常的隐私 他非常的隐私 我说的地方呢 大家不要想歪 是我的脚 哈哈哈 你们想到哪里去了 如果美白成功了 会考虑见一些美白产品的代言吗 一定会 只要哪个东西的 那我白回去接他 不用付钱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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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白 会怎么演绎这段美白产品的广告呢 看那个产品是干嘛的 你想到哪里去了 文艺七年 我觉得我还好没有特别文艺 如果给自己出本自传 会想叫什么名字 黑白的意思 就是一直在黑白之间里 交错你 就是看在哪里 不错 你想到哪里去了 你们想到哪里去了 你想到哪里去了 你想到哪里去了 看下宝宝吧 对于现在妈妈粉 日渐增长的趋势 有什么感想 首先呢 我觉得 很感谢 有这么多 想要照顾我的妈妈粉 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 只要是粉丝 我都很开心 然后我人多 其实我真的就很幸福 但对于它是什么种类的 其实我都觉得 尊重 对 我超凶 用温柔的语气 读一下以下台词 我 天生 脾气暴露 不好惹 谁要是再 叽叽歪歪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这一段我不太懂 因为刚才的标签是你偷胸嘛 然后想看来你反差 反差的一面了解 那刚刚有温柔到吗 刚刚好像是 就是 就是笑里藏刀的一个概念 所以如果我现在 踩在你的鞋里会生气呢 基本上可能 大家都出不了这个房门啊 那你真凶起来是什么样子 其实真凶起来 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那我觉得你现在可以自闷刀了 因为你都是看不出来的 笑里藏刀的 有道理 让我看看 要20秒内 让对方记住林彦俊 好问题的话 你们的题目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不一样不一样 第一站果然不一样 已经20秒过去了 不是 已经开始计时了 你们的东西都需要思考一下 没办法当下给一个什么 20秒内让对方记住林彦俊 我一般会看着 就20秒看着 然后会越来越近 然后再越来越 就让气氛越尴尬越好 你觉得自己酒品如何 比较偏向于就是 嗨 无厘头的嗨 所以喝醉了以后 也会摇晃你的红酒杯 将玫瑰落在女孩的穷尖呢 这个是哪一句的台词 好耳熟 好像是我写的 这几句歌词是我们从弹幕上再抄下来的 你要被现场读一下 就让我在这黑夜 画上 应该是画上 画上你的双眼 指尖的跳动 跳动 不是跳动 爱美你的 无限 我想一下我歌词是怎么想一下 这一段歌词呢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有一点小性感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一直在尝试着用一些性感的词语去填满这些词 所以直男自拍你是承认吗 我承认 最后最近没有再放自拍了 我觉得有自拍挺好玩的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考虑大家感受的人 所以我不能活在自己的实地 天系也是承认吗 天系也是承认 因为最近的确是有点瘦 其实一直在找时间想要吃胖一点或者练壮一点 因为我自己也受不了男生太瘦 因为有点娘 那你自己会喜欢的女生是喜欢纤细点还热肉的 嗯...都行 对 看感觉 我不要喜欢有气质的女生 跟你一样有气质吗 诶 我还好气质 你不要尬 你不要尬商业顾摸 好像搞得有点眼睛都快掉下来了 自恋你也是自己穿热的 就常常会有人说我在耍帅 我一开始觉得诶 那是不是耍帅 但后来发现那不是小材 那是一种习惯 自恋这个问题你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非常有趣 真的假的 那我开心 老实说经常被吐槽 洗澡时间特别久 有没有在浴室里欣赏自己的肉体 要把它粘上去 说实话 我的确是蛮想欣赏我自己的肉体 但最近没什么好欣赏的地方 等以后练壮了以后 我可能会慢慢欣赏 但我是那种在健身房里面 就是举完帖 他不是会崩吗 我是很喜欢看的 健身房有好多种人 你知道吗 有一些是那种 健身是会出声音的那种 很吵 我也讨厌这种人 但我就是那种在健身房里面练完了以后 会一直照镜子 第一次玩B站是什么时候 刚开始当年一生的时候 B站有很多的那个舞蹈 然后那时候因为要八五还是什么 其实就会在上面看 那带你心里B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B站是一个很多元 很丰富的一个地方 有一些东西我不太懂 比如说像是一些cosplay 因为我这个人其实看动漫 但是我没有看得很深 那你之前好像带你某个进度 你说是要喝冰掌吗 我那时候是想要办的是冰掌 晋级的巨人 有一个冰掌 是Fan Meeting Fan Meeting的最后一场 那我们的造型师就说 那我们需要给粉丝来一点不一样的 然后就问我们想不想cosplay 我那时候就想说 有啊可以cosplay一下冰掌 但是发现好像装备比较难买 突然就变成雪岩茶 那你的工作室 其实在我们比较营养洞派的状况 你要考虑入住一下比较什么 入住是 住在里面 哈哈哈哈 真是好老爱 怎么办怎么这么老爱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闷少 他会去拍一些有的没的 但我觉得这是缺点我得改 等我改的差不多以后 我会跟大家常常分享一下 我的那首新歌呢 让大家等了非常久 其实非常的不好意思 最近也一直在为这个表演做准备 是让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惊喜 可是那个小天使我刚拿到的时候 它已经有点半晃 它站到了什么东西 它半晃的我也起来不可怕 这个眼有点晃 那你直接让我进去 我自己给你进去 其实我那个年代 已经有email了 或者是简讯 但我出道了以后 收到了很多粉丝 献给我的信 其实有一些有点像情书 因为小时候其实 觉得那种容易涂得涂 我非常喜欢直接的人 就是最好直接来个现场 让你下不了台的那种 不然你可能就答应 你出道了以后 收到了粉丝的信以后 其实就对以前的 想法改观了 其实情书 它是一个非常 烂漫的东西 对 可以 对